嘿你好 加密领域有一个很有特赦的一个福利 就是空投 很多人因为空投而获得上百万美元的收益 今天就来分享一个有可能进行空投的 NFT的借贷协议 这个协议呢叫Pagraph Space 这个协议是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说发展非常迅猛的 我们看他在DefiLama上面整个数据 他的TML增长非常快啊 现在已经冲到了第二名 第一名是我们最熟悉的叫奔道 它是一个NFT的借贷协议 是点对辞职的借贷协议 这个Pagraph Space呢 其实也是点对辞职的协议 我们看他整个的Fairly已经将近7000万美元了 然后他首先呢 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啊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整个产品的有一定的创新 另外就是他的团队是比较豪华的 然后就是他的空投预期了 他这个团队呢 核心团队其实这是他的第二款产品 他第一款产品是波卡上面的一个平行链 叫Pagor Lane 这是一个 也是在波卡上面的一个DeFi协议 其实是波卡第一批竞牌平行链的获得者 另外就是他们累计获得了将近2900万的投资 这个投资机构其实也是非常的豪华 我们看他在官网上其实是有介绍的啊 首先最知名的就是洪三 然后是Coinbase 还有Polich等等 这些机构应该说都是在美国是非常知名的 团队成员呢 其实他的整个创始人 这一看就是一个华人啊 阮宇博 一看就是斯坦佛的一个高材生 非常非常年轻啊 所以整个的团队豪华啊 投资机构也很豪华 或者资机量也非常大 再加上他本身就是第二款产品 那有了前面的第一款产品的经验 那相信第二款产品肯定应该说 做了很不错的一些优化 好那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产品到底在NFT 与这个借贷这个有些哪些一些创新点啊 首先呢 他是点对池子啊 这个跟奔道有点像 我们知道在NFT以前呢 是完全是点对点 点对点其实效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我有NFT 那我需要借钱 那然后你是否愿意借给我 是人与人之间的出合是非常麻烦的 那点对池子呢 就很简单 就是因为NFT 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资产 它跟Token这种借贷协议 其实是完全是可以做成类似的 就是我把这个资产存到协议里去 然后它是一个大的池子 那么然后根据先生的比例 比如说我放一个价值1万美元的一个NFT 那么如果它设定的借贷的是60%的话 我应该是可以借出6000美元的 这样的话其实就我不需要任何的这个 有别人愿意去借贷的状态下 我就可以马上可以借出这个钱 这样的话 其实它的整个资本效率率又是最高的 那所以呢 这个Perspace呢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另外它只是有一个很大的创新点 就是一方面 它在NFT里面是这个池子的形式 同时呢在技术系列上 它做了一些更复杂的一个辞职的形式 简单的理解就是 比如说如果你有10个同样的猴子的NFT 那么在原有的这个借贷协议当中 你需要10个分别去质押 然后分别去贷款出来 提取这个借款的这个钱 但是呢 Perspace呢就是你可以统一的一起去计算 加一起 然后给你算一个借贷的健康系数 它总体来去看你总的这个资产 如果你的健康系数低了 才会有你需要去还款 或者说有可能会去保仓这种感觉 那么在其他原有的协议当中呢 你它是分开来看的 这个呢就效率会更高一些 另外就是它增加了对于 ERC20Token的很多的支持 还有就是UNI V3的LP协议的 就是如果你在UNI V3去提供流动性 比如说像我这个是提供了一个 USDC跟WTH的一个流动性 那么因为V3本身 你提供你流动性之后 它会给你生成一个NFT 那这个就是一个资产证明 那在这个协议当中 你可以去自压这个资产证明 又去带出新的资金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极大的去提升了 整体的资本效率 包括它还支持很多像CToken WETH这种 还有A Token 就是RV Compound上面借贷的 产生出那些衍生出的资产 这样的话 其实它整个循环借贷 另外包括最近新的这个博议 它其实也支持了 就你可以去存进去 然后获得一些先用的 这个年化收益 总体来讲 另外一个 它还有另外一个创新点 就是在这个APE Straking这个服务上面去 那我们知道 APK这个YogaLabs 是推出了APE 就是你自压NFT 然后去获得挖矿 产生这个APE 但是它官方的这个挖矿 你需要去组这个队的 就是你一方面 假设你有AMT的话 你需要去购买APE 然后组成一个词字 存进去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 但是这个PowerSpace 它就做了一些创新 就是你只需要自压单个的NFT 然后它通过它这个借贷协议 再帮你去借出APE 然后自动的帮你去组建 这个LP的词字 然后去进行挖这个APE 同时它又帮你做了另外一个事情 它可以自动的进行复利 因为你挖出来APE之后 然后你自动再去投入进去 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动复利 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联化的收益率 就会非常高 我们看它这个收益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了 就是这个相对于其他协议 就明显会高出那么一度 这也是为什么它现在的 TH这么高的一个核弹的原因 因为我们看它在借贷协议 这个Token的协议里面 其实是很明显 它提供的这个资金量是不大的 我们看像ETH只有7000多个 这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这个借款的这个利率这么高 那肯定没人去借了 那这个时候因为整个的借贷协议的话 它其实这种资金的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至少从目前来看 这个ES20的这个借贷 其实还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它的NFT蓝筹的这个借贷 以及APE Staking还是有比较大的创新的 再加上因为有这种空投的这个预期 因为它现在平台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种Token激励的 它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借贷 你存进去去赚的 就是别人借出来的这个年化的收益 那么如果未来它增加了一个Token激励的话 那么是否有可能快速的冲到NFT借贷的排行榜第一名 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拭目以待 另外它其实也有相应的这个直接 其实我官方叫做打折购买NFT的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分期付款 我们看比如像Azuki 你看因为它现在的地板价大概是14.93个ETH 但如果你要去买这个的话 其实你只需要花8.1个ETH 它的原理其实就是利用了它的借贷鞋 给个首付 剩下的其实相当于是你把你这个NFT去质押进去 然后去借出来这个钱去购买的这个NFT 其实跟我们买房子有点像 就跟我们买房子分期付款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也是你买了房子之后 房子在抵押进去之后 借这个钱其实就付了这个整体的房款 那这个其实在奔道上也有 所以综合来讲 这个PyroSpace确实应该是奔道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竞争者 这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其实还是非常期待的 而且NFT整体市场现在还是非常小的 在未来如果资产越来越多 用户量越来越大 整个的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 如果你持有现在的NFT 你可以试着到这里去体验一下 顺便在这里去进行挖矿 还有就是未来有可能的这种空投 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